新加坡真的就这么贵吗 欢迎大家来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其实在小红书上面也蛮火热的 所以他有讲一些旅游者来新加坡的一些经历 然后说到特别的物价特别特别多贵 把这个视频拿出来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解一下 他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对有一定的实质在里面 还是因为炒作来的呢 OK好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现在就去看 我感觉新加坡这么的物价已经离谱到 让一个上海人贵地求饶的程度 就我先给你们看我订的这个酒店 就这个装修标准 你们品一品 他放在上海顶天了四星万 你猜这里一个晚上多少钱 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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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千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他是住在 比如说是在金沙或者是Fullerton Hotel那边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Fullerton Hotel那边 现在是多少钱 OK我就会去booking.com 等一下啊 现在他一晚上 晚上呢是七百四十二和五百六十 那格呢 那如果是算五的对应的话 就大概是五七三千五块三千五 如果是你做五百五百的话可能就是附近的两千多 那他说四千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上个月那个Tedra Swift有来 美美她要来这边演唱 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所有的这些周边的酒店呢的价钱都特别高 不幸呢是这个这个网红呢他是真的是很不幸是来的时间刚好是跟美美一起插级演唱会呢是同一个时间呢 所以就不好意思遇到了很贵 但就他的这个价钱并不是一定一定每次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通常情况下你要住MBS的话也大概七百块 MBS周围的话大概是五百六百 当然有个季节的这种Fullerton在里面了 OK我们还是自己看 我渴了我去便利店买饮料就这么一兜的东西啊没有多的了 我说我觉得五十块钱顶多了吧一算 他说是九十七二十多二十多 那我们看一下他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贵啊 我买了牛奶的话呢就是三块多 然后那么里面还有一些零食 然后水牛奶三块多 所以加在一起五块多零食再加个两块七块 大概一个十块钱 他说他已经住在金沙的话 那他说他楼下去买一些东西那肯定也是在金沙 或者这种比较贵的地方了 那当然二十块钱是很有可能的 来这边度假或者是旅游的小伙伴们呢 你们有用 如果你觉得这种吃便利店的东西太贵的话 你可以去超市去买多一些放在那边 然后那个价钱就会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是他住的地方就很贵 然后他住最旁边那种7-11也一定是售价很高的 然后结账的时候我眼睛往旁边一瞄一根棒棒条 真饱足啊 你快饿啊 我们neighborhood的话 如果你在零里见到可能就是大概五十分 也许是因为你在景区吧 当然就会比较贵啰 然后就是今天啊 刚刚中午咱们不是去鱼尾斯公园逛一逛吗 只有旁边一个很普通的地方 吃了一顿很普通的饭 我们三个人点了六个菜两杯饮料 我都没敢点 他刚才说他一千多块钱点了两杯饮料 OK 所以的话我看一下他是总共加起来了是一百七十六块钱 他是几个人呢 但是跟三个人是花了一百七十六块钱 其实你如果在新加坡出去吃饭的话 我觉得平均个人消费呢 大概是你要把换在平均 如果你去那种饭店里面吃东西 然后要水啊要钱擦啊什么什么的 通常都是三十到四十中间 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是有一点很高 在那个鱼尾斯那边 Murlion的那个旁边 所以的话也是在景区 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有点贵是因为他有一个税 加了一个百分之十的税 然后费税是百分之九 然后服务税呢是百分之十 所以就其实他整个的bill的话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他再加上他有其他的那些服务税 再加上就是更多的百分之二十在里面 我看他点了东西啊 他他们有点点了什么 就是honey melon mint cooler 这种东西一个drink 一个喝的就是十块多 对啊就是因为你也是在景区嘛 那当然肯定是这个价啊 懂吗我们三个人在这里 我们还什么都没去干 什么都没有去玩 就这条的自喝拉撒 一个人每天人均三千 每个人人均三千 六百人均六百新币一天 嗯 我觉得蛮高啊 我觉得他到那个是干什么 OK 那你就说吧 你的hotel一晚上你六百的话 一个人 你如果三顿外面吃的话 三顿外面吃的话 就算你最贵的 一天一顿饭三十块钱 就是你每一顿你都是吃在 去那个饭店里面吃 而且还是那种坐下来 然后别人又服务你那样子的话 一天三十 那一天一顿三十 一天就大概是九十块钱 那个hotel很贵嘛 那hotel很贵的话 酒店很贵 所以那一晚上三个人 那两个人两个人一房五百块 七百块 那一天就是大概是穿三百块吧 所以吃和住三百加一百 是四百块钱 一块一天三千 三千的话就是大概六百块钱 嗯三百加 那另外两百块钱是搭车还是什么 其实这边新加坡的那个交通费是很便宜的 你可以搭MRT 你可以搭公车 高峰 因为你是在这边旅游的话呢 你可以用不是高峰时间呢 去打像Grab这种东西 也是蛮合算的 这位网红女士 为什么人家最贵的东西你都要买 哪怕头刚杀了上海物价贵了什么 户必要的什么 我现在跟这个新加坡一对比下来 我觉得上海很物美家来很识会啊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至少我们上海是一分价得一分货 服务也很到位 设施也很齐全的 啊 所以他说是最后就是觉得上海也是很便宜的 觉得你旅游啊 还是是去另外一个国家 我觉得你出来之前 还是像我们上个视频说的 你一定要做一些你的功课啊 看一下这边的消费是什么样子 你自己那么适合 然后你出来要玩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可以抱一个比较开放的心 总是不要比来比去这样子 因为比来比去 你要比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啊 世界这么多国家 你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的话呢 你的最大的可以得到的就是体验 你就要体验这个国家它的不同 而不是说 我这个国家有什么 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 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什么 这个国家就不好 或者说我不喜欢 那中国有对了中国的坏处对吧 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因为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我是回了中国 我就是在中国 到了两个礼拜 因为我的家人在中国 所以有很多东西呢 我如果办不到的话呢 我可以请我的家人可以帮我 但是中国有一点对我来说 非常非常头痛的时候 是因为他很多住宿 在于住宿啊 还有用钱这方面呢 所以对外国人是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非常不友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呢 有好多地方呢 自从 自从这个COVID之后 好多的旅店呢 它是 只有一些旅店 它会接外国人 并不是像 以前是什么样 所有的旅店都可以接 你可以坐AMBNB 你可以做很 你可以住很多不同的 酒店和旅店呢 可以体现 也会有不同的体验 但是在中国呢 它就会有一些酒店 包括在 只可以接受 接受外国人的 那 去的时候呢 它也是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是非常不好 因为我觉得 你去一个国 我像 如果我要去国家 我是希望可以提到 体验到当地的生活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想要住 像什么AMBNB 或者是住在一种民宿 这样我可以 更加可以体现当地 但是呢 在中国这样子的话 很多城市都不可以的 还查了一下 是不是AMBN完全不能用 然后我在中国 我在去中国之前 打开AMBNB 然后打开去中国呢 是完全没有 Zero listing在里面 对外国人呢 很明显在住宿这方面呢 是不是很有我的观点 那第二的话 就是这个用的这个钱 它是一定要用 你要用它的微信 OK 我知道你也说 你也可以在新加坡 把你的微信 微配什么弄好 阿里配弄好 Yeah I tried OK 而且我是 你想想 我 如果你现在 如果你有用苹果手机的话呢 苹果手机的话呢 苹果手机的话 那我问你 你做Apple Pay的时候 是不是就把你的 就是把你的信用卡 跟你的Apple Pay 和Apple Count 把连接下来就OK了 然后可能一个什么人脸师啊 什么密码 万一倒用怎么办 这样 我去要去 生产微配人 我要给他我的 我的护照 我的签证 我的好多的本人 私人性 其实 这种东西 我觉得 我不仅是中国 其他的国家 如果不给的话 我尽量不要给 除非你真的是官方 真的是政府 需要这些监用 我是可以给 但是这种东西 你是你是一个 Payment Platform 你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 我不明白 第一 这个隐私的问题呢 我个人 我是不是很喜欢 然后第二的话呢 就是你去哪里呢 你如果没有微配 真的是非常难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 我没有中国的 那个银行账户 我就没有办法微配 然后我在国外 怎么样 怎么样我去 哪怕我给了他 我的护照 给了我的签证 他也是说什么 因为隐私 什么什么 就是不给我过 OK没有关系 也是这样 也许这样是一个好处 因为我也 本来也不想要 把那么多的 自己的个人信息 给他的平台 就第一 那你出去 买东西怎么办呢 那第一 你要买什么东西 你就要买 如果是这个东西 180 你就准备好180 因为没有人 给你找钱的 因为我没有微信 我还不能 搭滴滴这种东西 我都要我家人 帮我book才可以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的话 对于一个外国人 去中国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 很不顺 如果你做一个外国人 你如果比如说去新加坡 或者去美国 或者是去 哪怕去日本的国家的话 至少他会 这些东西会给你 就给外国人一个机会吧 你可以 你也可以去 你可以住 不会有时候 你只能住这些酒店 其他就 你都不能去住 这些东西不会有 如果真要 我要 我要像这个网红一样 去比较的话 那不就是 我也是刻意比较嘛 你说你觉得上海 哦 还不如就 留在我的上海吧 上海很好很好 怎么怎么样 OK那 那我还可以说 哇 那我去中国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也不能干 这也不能干 中国这不好 我不应该去 但是他有改变 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吗 没有啊 因为我去的时候呢 我就要 自己 做好 因为它是一个 不同的国家 跟我生活的地方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不能 带着我现在 在这个国家的眼镜 去看另外一个国家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不就 看什么东西 都不顺眼吗 那你还去 出去旅游干嘛 你出去看什么东西 不顺眼 然后你自己搞 自己心情很糟 然后回来就说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国家 超糟的 我以后再不去 我觉得 这样子的心理 是正确的吗 就应该 大家应该问问看 就是你出国之后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你 现在这个眼镜 把它眼镜要摘下来 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 试验呢 来看这个国家 然后呢 也接闹它 接受它 接受它的好 接受它的不好 如果它是实在是 不方便的定好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 要克服 而不是因为说 就是因为付款不行 就是因为 你不让我误住 我最后恨你这个国家 再不来 那样 那最后 你最后 有什么意义吗 我很想知道 你对这个问题 就是你出去出国旅游 你应该带一个 什么样的心态 这个话题呢 你有一些 什么自己的感受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给我一键三铃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